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今天大家从网路上对不对 就看到了怎么搞的 我们今天好像有两个人在现场 一开始他先把镜头切到我这边 等一下他就会把镜头切到 我们一起的共同镜头 目前还是只有一个人 不过没关系 我们一开始还先 没有马上要跟我们大家观众朋友 来带入我们的来宾 还是一样 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2月7号 现在时间是早上9点09分 9点09分代表我们现在是现场节目 我们没有说因为明天要放假 我们就赶快缩水预录一下 当然预录不见得是缩水 我们当然节目一开始 还是从我们的美日头条报纸 来跟大家稍微分析一下 好今天第一个是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他讲到 头版头是跟癌症的NGS检测有关的 不过也增加医学中心 这跟我们比较没有关系 但是头版他其实有一个比较 跟军事有关的新闻 就是一年的EUE新讯 然后总统亲自试导比赞 好当然了那总统既然是他现在要把这个EUE回复到一年 他去视察的时候当然也要那个亲自比赞一下 因为当初真正从一年缩减到四个月 也是蔡总统执政任内完成的 那现在同样的一年四个月回复到一年 也是在蔡总统任内完成的 然后那当然在这个中国时报 他是有一个卢秀燕呛中央 顾厂商不顾人民 这个地方其实让我想到一个古时候的往事 怎么说古时候 我记得以前当民进党还在野的时候 对瘦肉精的零减出是很坚持的 那时候我还记得有个新闻 让我看着真的觉得心在躺血 就是当时有一些进口的美牛的上好牛排 那时候在台北市被抓到 里面有非常微量的瘦肉精的反应 新有这种既然是科学检测 我们就知道 通常科学检测情况下 你大概无可避免的会有什么呢 会有一些些的所谓的实验室误差 然后所以就会有一点点 非零的数据出来 当时民进党的市议员就要求 好前市长说 你这些没有零减出的瘦肉精 你要通通给我销毁 既然是议员决议 那当然好市长只好 跟着大家的议会的意见 来处理 所以当时就看到浩浩荡荡的 民进党的市议员 压着郝龙斌市长 到焚化厂 把这些一大盘一大盘的美牛 统统倒到焚化炉里面去烧掉 我觉得这是动物是牺牲生命 来成就我们人类的 结果你自然就是这样子 一文不值二文的这样丢掉 好那当然 今天还有一个联合报 联合报相对来说 它今天就比较没有军事相关新闻了 然后你看到它第一个也是医学中心 第二个就是台积电雄本二场拍板 然后年底要动工 好那当然 节目进行到这 今天很重要的 我们今天节目第二度 请到我们的来宾到我们的现场 上一次是请到 王立生 王老师 这一次 今天我们是请到 主持人的好朋友 其实也是在我们 军事新闻圈里面 一位非常资深的一位前辈 卢德允 卢大哥 来跟大家见面 我们先请卢大哥跟听众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卢德允 谢谢 对对对 这个我先稍微先简简简简单单的讲一下 我跟我们卢大哥的这个渊源 然后刚刚我们在外面碰到 我另外一个这个编波朋友 这个七海伦 海伦 他以前我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他 所以我看到海伦的时候 我特别跟他介绍说 这是我们军事新闻界的前辈 我刚进大学 民国78年进大学的时候 我就认识卢德允 卢大哥 那时候怎么回事呢 话说民国78年 这个空军第一次开始 大规模的基地开放 然后我的好朋友呢 傅近平学长 然后跟卢德允兄啊 因为可能在全球防卫杂志时期认识的嘛 就约了一起去看新竹基地 看F1洞4 那那个时候呢 我就跟着去 然后呢 这个我还记得当天的情况啊 很多事情啊 即便三十多年前回忆起来 这个莉莉赛姆 我还记得那天啊 我们的傅近平学长扛了一套相机 然后当时啊 卢德允学长在首都早报 哎 现在很多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 可能已经不知道 这个首都早报是啥了 然后呢 那时候德允兄还在 那个首都早报工作 看了我们傅近平学长就说 哎 你今天怎么扛个相机啊 然后他就说 哎 去啊 就反正扛相机试试看嘛 不能拍就 就不拿出来嘛 或者那个在他那边存放一下 结果因为我那时候刚好是 我们高中的教官 从新竹基地的这个 政战官去当教官 我说哎 我有问过啊 说可以带 今天自由摄影啊 然后当时反而换成我们卢德允 那个卢兄啊 吓了一跳 还有这种事 结果一到现场发现 真的哎 可以自由摄影 所以呢 就发生一个情况 上午这个德允兄 那个那个静平兄拍完了 他的这个照片之后 下午啊 这个趟快德允兄就把这个 相机借去啊 狠狠地也拍了一阵 这是我跟德允兄相识的 这个过程 那当然后来我们今天这个题目 从编转到视察 资深军事记者 到国防部的文官生涯 就说后来呢 在2008年的时候 后来我们德允兄呢 从这个首都早报 也进到这个联合报系 然后呢 一直到2008年呢 为当时的这个国防部的 这个部长啊 陈兆敏 陈部长 那个上任的时候 延揽 从这个国防部呢 转到 这个 不跟正 从这个联合报呢 就转到国防部 来担任这样一个公职 那其实一开始去的时候 还蛮有意思啊 就是说 我第一次看到 就是我们德允兄的 这个正式的 那个工作职称啊 叫编转 然后后来呢 前一阵子 德允兄离开了 这个新闻的 那个 那个国防部的工作以后 接受电视台的访问 他的抬头呢 变成这个视察 哎 我就不太明了 那当然后来 德允兄跟我解释了 这个其实就是 国防部里面 这个文官的职称的变化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对对对 先这个说明一下 校伟他刚刚讲的 那个人一定不是我 因为他去新竹基地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在念小学 所以这是一定是个假新闻 这什么可能呢 真的 好 那当然这个 那个 就你还是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对 这个文官制度 不是国防部自己有一个文官制度 好 这是考试院的文官制度 好 所以这是 这是全国公务人员都是一样的规定 他只是一个 他只是一个不知道什么样制度 人事制度的改变 把这个职称 做了一个更动 好 那可是 对于你的工作内容执掌 是没有什么 对 没有什么差别的 好 所以其实卢 卢德允卢大哥 在国防部的任职期间 其实算说他这个 不管他的职称是编转也好 到视察也好 其实他最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在这个协助部长 还有协助这个军发室 作为这个部长 还有军发室 跟我们军事记者之间 一个润滑的桥梁 那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就是说 您到了国防部 从08年到去年 德允卢 你一共经历过多少任部长 哇 我们算算 这个陈兆敏先生 马英九先生 马英九任内的 对 马英九先生 然后严明 严明部长 空军的 高华助 高华助时间 不不不不 抱歉 我怎么说到马英九 我说错 高华助 因为高华助的时代 是马英九总统嘛 对 对不对 高华助之后是严明 高华助之后 其实有人当了 六七天 那个杨复 是是是杨 杨复 杨念祖先生 他当时是副部长 然后那个高华助先生 离开的时候 他就身上来 争处 变成部长 可是因为一个小小的事情 我觉得很冤枉的事情 然后好像是七天吧 对 七天就辞职了 号称是论文抄袭 对 其实 不是 这个可以小说一下 这是有一位 大家的好朋友 叫廖文中先生 他是我们国安局 跟情报局 这个圈子里的人 对 他 他专门研究 这个解放军嘛 所以他编了一本书 编了一本书的 这个编辑的方式 就是 这个每一个人 他找 每一个人出一篇论文 出一篇文章 然后集结成书 这个所以我说的是 编一本书 对 然后这个 那杨先生 杨念祖先生 他有挂名 有一篇文章 对 可是这篇文章 据说是 廖文中帮他写的 他只是出个名而已 所以 可是既然你出了名 他等于也背了这个锅了 那就是这篇文章里面 有引用一些 引用一些别的地方资料 可是 因为这个 比较 因为这不是一个学术论文嘛 对 它是一个 好像集结成书的东西 对 所以里面这个 引述的地方 没有标的很清楚 OK 之后就被人家 被人家攻击 对 那 那杨先生 他也是学术计则 他觉得他这样 呃 是 是有一点瑕疵 可是我 我个人是觉得 这件事 不是他的问题 这样子 而且其实我觉得 最可惜的 就是今天我们的 这个主题 就是从 这个资深记者 到 那个国防部的文官 其实我待会很大一个部分会 请这个德允兄来跟我们聊一聊 就是说国防部这个文官的这个 是军文的这样一个关系 我一直觉得 军文关系是很值得 我们来去稍微跟大家聊一聊 国防部里面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他面对军文关系 或甚至于 也有很多人提到一个东西 其实是个很严肃的问题 叫做军文冲突 对 那当然 那以在国军来讲 我们相对来说 我们的文人 在军方的比例 比较没那么高 所以这个军文冲突 可能没那么厉害 那后来 那个我记得 这个杨部长之后 紧接就高部长 高广级上来了 对不对 杨 杨烈祖 七天最后是阎明 公军的 阎明 那后来是阎明 阎明 阎明的手上 国防办了一件大事 就是把国防部从 这个爱国西路 国外路口里面 搬到大直 往现在新的 这个 这个营区 营区整个大楼 然后 阎明之后 是高广旗 才知道 高广旗 海军的 上将 然后做到 这个小英总统上来 对 2016年 民国105年 然后新的部长 叫做 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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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非常知道 他的知名度 非常非常高 接下来是 严德发 对 严德发先生 陆军的 对 然后严德发先生 后面 就是 现在的 邱国正先生 也是陆军的 那你可以看 一路走过来 全部都是 军人 除了一位 文职的部长 干了七天 对 可是 很可惜 就只有七天 万一 如果他能够 继续抓下去 那真的是一个 真正的文人部长 那其他的你所谓 他们是 等于是退伍 对 就是把军服脱下来 撞了一圈 对 军服脱下来之后 来当这个部长 对 说是文人 事实上大家很清楚 他的整个成场过程 他的经历 他的 他的培养 全是军人 所以到目前为止 到今天为止 我们还没有达成 所谓的文人领军 对 这个阶段 那你提到军人 军文关系 为什么会有军文关系 这个 这个 这个term 这个名词 那就是军跟文之间的关系 很微妙 对 我不用 我不用这个 矛盾两个字 因为军文关系 应该也有很融洽的部分 对 一二三干杯 干杯 对 这个就是 这就是一个艺术跟学问 这样 那 军队当然 主体是军人 是没错 对 可是国防部 那为什么会有文人领军 这个 这个名词出现 是因为 是因为这个 因为军队的力量 是非常 他手上有枪杆子 对 那枪杆子 他是保卫国家 啊 保卫 保卫这个 这个 我们 这个 民主自由宪政 是的 或者说不管在 如果是极权国家 其实也是 就是反正军队 基本上是属于国家 要保卫国家的 是 就是 维持我们 民主的 自由的生活方式 对 这很重要 可是话说回来 这种东西就是厉害 都有嘛 嗯 既然有枪杆子 我们这个老公不讲过 枪杆子出政权 对 对 所以 历朝历代的话 这个皇帝啊 或者说我们的政府 中央政府都要好好的把枪杆子 抓在手上 抓住啊 要控制的很好啊 因为如果没有弄好的话 万一他造反呢 好 万一他出了什么 呃 差错呢 出了什么乱子呢 对不对 这个是动摇国本的事情 对 所以 所以我们常常会讲到 或是外国也常常讲 比如说美国好了 嗯 美国基本上都是文人领域 也就是说他国防部长全是文人 这几年有一些变化 对 你会发现 对 接下来就要讲 对啊 上一次是 军人是马歇尔 对 那是二次大战刚结束 对 然后一直都是文人 对 至于他成不成功 我们暂时不去评论 好不好 暂时不评论 直到 是应该是川普总统吧 马提斯 这个他是陆战队的上将 对 对不对 然后马提斯之后 现在是一个黑人的 对 也是一个军人退伍 其实 对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就是说 因为我之前有帮T台 看他那本 就是那个 关键 那个 我觉得 对 对 对 他其实连马提斯 被川普 fire 对 然后上来的那一位 亚斯北 他其实也是西点军校毕业 而且他还打过 第一次博安战争 也就是他在军队的时间 也不短 只是呢 他并没有干到上将 相对来说 我印象他好像是干到 校官还是什么 就退伍 然后进到民间企业 所以但是不可否认 其实他整个 这个 那个养成 西点军校 给他带来的影响 也是非常大 是 那也就是说 可是这个转变 我们就注意到了 这么多 几十年 好像是六十五年 几十年的文官 文人领军 突然之间全部转 一个大转弯 而且这个转弯 看起来还没有回头 对 还是军人 目前还是军人 那这个值得我们的观察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很有意思 那也有人说 所谓文人领军 我们总统是文人 对 总统是三军统帅 领导国家 可是你要知道 总统要管的事太多 对 总统不可能把他全部精力 放在国防跟军事上 所以他必须要有个代理人 对 来代替他 来掌管军队 对 这样 所以 我认为 个人认为 这个接下来 不是这个赖清德当选总统 他520要上任 那就民进党而言 他已经执任了第三个任期了 对 8到12年 对对对 然后就客观环境而言的话 我觉得整个大体环境也相当的成熟 适合 现在这个赖清德总统 如果能任命一位文人 纯粹的文人 不是脱下军服的这个军人 来当国防部长 我认为是一个不错的尝试 可以为未来做一些事情 那其实这边就衍生到另外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其实像比如说 其实我们大家平常看到 那个德允兄的时候 我们大家是开个玩笑说 叫中堂大人 为什么叫中堂大人 因为大家知道 清代有军机处 那既然能够在这个 这个国防部长身边行走 那自然就是这个 就我们这个开他玩笑叫军机大臣 其实当然了 这是之前我们另外一位资深军事记者 他现在 军事记者不干了 跑去这个南投开民宿 开一个叫错欢喜民宿 他帮我们这个 卢德允卢大哥起的这个 那个外号 就卢中堂大人 这个这个我们卢兄 您在国防 打个下 这个这个叫做 我们这个朋友之间要互相拉抬 事实上我自己嘲笑了 我们这叫跑堂 不叫中堂 因为我是为部长服务 为记者服务 为大家服务 所以 所以这个 我不能叫自己中堂 我不能叫自己跑堂 谢谢 不过那时候 这个我们邵宣兄 这个帮他起 这个中堂这个称号的时候 他说他其实是我们德允兄 是打帘子军机 什么叫打帘子军机呢 军机处里面最菜的军机大臣呢 在这些后面这些真的这个军机领班 跟军机二班进去之前呢 要先把这个帘子帮 这些前面这个排名前面 军机大臣拨开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这个邵宣兄 是开玩笑说 我们德允兄是打帘子军机 是是是是是 OK好 言归正传 那像这个我们德允兄 您在国防部这么多任务 你看当系组 从这个呃 陈兆明 然后刚刚还没讲完 高华柱之后 阎明 阎明 之后 那个谁 那个 讲完了 刚才 我说这一系列的这个 那个我们的 对到现在邱国政宣 对对对 您会觉得这些军人 他们在 担任部长的时候 会不会跟他自己原先的军种 然后在他面对国防部 不管是主政 或者甚至于面对参谋本部 因为其实 今天我们中华民国国防部 算是一个相当大的编制 也就是说他除了这个部长底下 你看像一般的这个部会 底下了不起政务次长 常务次长 对不对 那但是你看我们的国防部底下 有包含军政副部长 军令副部长 还有军备副部长 等于说你有三个次长 然后底下各带了一个 非常庞大的这样的主事 那您在国防部这么多年 您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聊一聊 就是这些不同军种出身的部长 对于国防部的治理 他的理念 有没有什么 或是说 是行政院下各部会 大家都知道 只有国防部有副部长 对不对 而且还不止一位 对不对 你刚刚讲军政 军令 军备 军令就是参谋总长 对 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军令的副部长 对 因为国防部只有一个头 对 只有一个人说了算 那就是部长 一个人 其他人都是 都是活计 都是活计 那这个部长说了算 刚刚你提到说 这个各个部长 那我们刚刚也说过 每一个部长都是军人出身的 对 那军人我们 我们讲的有陆军海军空军 对 陆海空军出身的部长 你可以发现 当然陆军出身的部长 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比较大 他要做什么事 比较方便 一呼百诺 比较推得动 这个我相信很多 很多人都看得出来 很多人看出来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国军的 这个人事结构里面 陆军最多 对 所以有人指责 好 我说给他一个很负面的说法 这个大陆军主义 那这是有历史因素的 因为国军从大 从这个大陆撤退来台 就是以陆军最多 对 对不对 其实反而比较完整 大家应该会讲到是海空军 特别是空军在 刚撤退来台的时候 空军相对完整 海军也来了一部分 但其实陆军是整个 总部都在这个云南 那边贵州打到打不见 好 今天讲到这边 我们要先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那个进个广告 然后大家进个广告 那个喝口水 上个洗手间 好 再来跟大家 那个 我们再跟大家分析 我们的德允兄 要来跟大家讲到 为什么今天我们的这个 陆军的这个部长 讲话起来 会特别一哭百怒 而且呢 甚至有时候 我会觉得有点叫前刚独断 我们广告后悔 今天我们广路 这个直播的话 很多观众朋友 可以看到我们今天 那个 我们的播音室里面 有位来宾 他是我们 资深的军事记者 我刚刚一开始也跟大家介绍 当我才刚进大学 民国78年进大学的时候 他那时候已经在首都早报 担任军事记者 又来了 我那时候在念小学 OK 当然 大家都知道 现在这个 这个地方就很清楚了 什么是真新闻 什么是假新闻 大家就可以非常 那个容易的分辨出来 好 那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要回到 我们刚刚原先的话题 就是说 我们德允兄 在这个国防部里面 他刚刚讲到 陆军的部长 都特别容易 这个 推动一些事情 或一夫百诺 那其实 那我们现在 会注意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我这个问题 我一直以来 为这个 有这样的印象跟感觉 为什么呢 有时候我记得 以前我们国防部 还在四角大楼 那个时候 对不对 那个时候 其实军发市 跟媒体的记者 比现在 我觉得相对来讲 要好上非常多 我还记得那时候 甚至于有时候 国防部每一年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 他会有个尾牙参会 你知道吧 对不对 那尾牙参会呢 以前那个黄穗生 这个发言人 或是罗绍合发言人的时候 都会把比较熟的记者 找个一两桌去 然后旁边会有一两小桌 让记者一起进去 那段时间 其实我觉得 是应该是我们跟国防部 这个采访的 这个黄金纸 但是那时候 其实你也就会有个印象 当你进去吃饭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所有的各单位 这些什么连餐一起来吃 这个国防部 他参与说 哇 好绿哦 绿油油的一片 这个绿油油的一片 不是指他们的政治立场 而是指他们军府的颜色 是是是 对对对 那刚刚讲到就是 从大陆撤退来台 对 我们那时候军队 可能有百万吧 当然陆陆续续 一直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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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 我们国军原额 仍然是与陆军去做 因为没办法 没办法 没办法 我们现在要防守在 这个台湾本岛 陆地上 很多人说 说这个最后决战 或者说 还是陆地决战 或者说 你军队一定要登岛 才能完成十字战 这个说法 值得商榷了 可是 可是 实情是这个样子 对 客观环境是这样子 那人多 还有一个就是 国防部里面 这个官员的这个 职缺跟架构 仍然是以 这个陆军缺 对陆军战的 占据的 比较 关键性的角色 对 关键 比如说 这个 人士 对 作战和计划 对 对不对 这边都是陆军的 人士是空军 我讲那个次长 人士空军 那个空军次长 然后情报 空军次长 但是作战 我觉得这其实是 关乎一个军队的方向 就是训练跟作战 这个是关乎一个军队发展 最重要的东西 你会发现 万年不变 都是陆军 对对对 所以 这变成一个客观的形式 就是说 那陆军他的势力比较强大 对 这个 毋庸置疑 所以陆军的 国防部长 他在推动 他的想法 他的政策 这个 的时候 他 做起事来比较方便 对 那我们刚刚讲到 既然他是这个军种出身的 他 他从念军校开始 他就在 这个军种里面 这个 这个一路历练嘛 所以他的思维理则 我不能说他欠缺 三军 或者是联合作战 这样讲不公平了 因为 他们还要经过这个 子参教育的 这个深造 可是呢 他 很必然的 他就比较偏向于 偏向于他原来的军种 还有一个就是 在做什么 呃 人事组织的调整的时候 他也 很难避免说 呃 考虑到自己 这个军种的本位主义 就算你没有 人家也会这样质疑你 这就是很麻烦的事情 很麻烦的事情 那 还有一个 我观察到一个 比较有的问题 就是 因为 部长都是军队里出来的 对 所以他对军队 大大小小的事 他都很注意 都都很着意 都会去关注 才会有这个两皮将军的 我觉得这样讲也不对 其实就有点对了 这有人在开他的玩笑 我觉得 这个讲法也不对 因为 军人吧 本来什么事情都要注意 因为他从 从小就在军队 从小就在军队 那 那 呃 可是这点就 跟文人领军 有一点背离 就是说 什么呢 就是 呃 部长他要关心的事 太多 太多 太多了 变成 对 他这些事情 芝麻绿豆的事啊 有些小兵 逃跑了 或者说外面发生车祸了 他也要 他也必须去注意 因为这会影响到 军域 军域嘛 还有民众的视听嘛 这样 占据他很多时间 嗯 那如果说是一个 纯粹的文人 把这些事情都交给 参谋总长来处理 或是交给相关的 连参来 对对对 各军还有司令啊 嗯 对对啊 交给 比较 比较专业的事情 比较军队 纯粹军队的事情 交给他们来处理 然后部长 他 他是要规划 我们 国防的方向 对啊 啊 这个 未来的发展 对啊 怎么调整 啊 他 其实我觉得 国防部长应该是 做一个思考的工作 对 而不是去什么事都管 管着 把自己累个半死 而且管得太鸡毛蒜皮 而且就很容易讲到 我刚刚讲到一个情况 他很容易 什么叫前纲独断 这个事情就比较容易发生 是是 对 军人嘛 军人 军令如山啊 对 有的时候要你往前冲 你说 对不起啊 我今天感冒 啊 或者说 你明明叫我去送死嘛 是不是 我不去啊 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嘛 对不对 所以 呃 军队里面必须要 有时候必须要 这个命令要下的非常果断 对啊 而且令出必行 对 而且 建议射出就不回头 对啊 这是这是我们 军事将领培养出来的一个 大致上 他的人格特质 大部分都是这样 对 那可是文人绝对不是这样 对 其实我也是 你看 就是说 如果您对 就是说 二战后 美国国防部演变的这个历史 然后到现在 或者说对照我们中华民国的话 当然不可否认 就是中华民国跟美国好 国防部好 这个架构比起来 其实真的相差甚大 而且也因为你面对的这个威胁 跟这个相对来说 你这个建军的这个思维 方向来讲也不相同 那自然你不可能完全的要求一定程度的这个类比 但是我也这么一直这么觉得就是 的确我们的国防部好 甚至于其实我一直还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文人为什么相对来说 在国防部里面比较没有办法能够占到比较大的分量 例如说你看像现在的这个国防部 他有各厅各局 对不对 基本上来讲 他几乎全部都是由这个 因为其实以这个国防部的组织或是政府的组织来说 他当初在这个国那个军政议员化 然后国防法规这个恶法推动以后 他其实要求很多职位是要由文人来担任 可是到现在为止 或甚至于你很长的一段时间你会发现 愿意投身其中的文人实在不多 或者说当然因为短期时代 你不可能说让一个这个文人从小科研这样上来 然后马上就变成这个大局长或大厅长 这是很难的 但是你也会发现这么多年来好像 就我个人观察除了苗姐姐一个人能够当到这个 就是那个就是局算是局级的这个主管之外 其他好像也就复制雀儒 是因为因为既然你部长是军人出身 他当然认为这个里面一体 大家一体上的工作这个做事的方式都一致 会比较方便 所以一些军文并用 就是这个职务是军人也可以 文人也可以的这个职务 他大部分会派军人 或者是也是一样跟部长一样 也是退伍的军人来担任 就是旋转门穿个西装转了两圈 所以大家的思维理则是一致的 做事比较一致 行为比较一致 那国防部的编制里面有两百多位文官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两百多位文官 Are you the one of them before? 是是编制上 编制上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那可是一问是两百多名文官 第一个他们占据的 他们所职缺的位置 基本上还是科员 就是军在军在里就是类似参谋 他不是做主的 对 不是做主的 可是一问你是什么局次次市长 你也不能做太多主 因为做主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部长 对 那既然这个部长不是文人 那下面这些所有的人 所有的官主管 他大部分用的是军人 他就比较少用文人 那如果部长是文人的话 他能够多用一些纯粹的文人进来 他们可以形成一个比较 比较偏向于文人的权力架构的话 那这个所谓文人领军就会比较 慢慢的可以推得动 慢慢推得动 那目前的文官而已 还有人质疑说我们的两百多个文官 很多缺还是空的 嗯对 就是很多 就是虽然号称两百多 可是人并没有那么多 而且我也听说很多人 其实要招来这些人 还很难愿意进来 因为其实或者说 他们来的时候会有些适应不良 对 这有一个比较 比较这个内部的状况 就是说国防部的文官 当然也是考试院在管 对 全序部在管 那国防部的文官 有一个好处是 它的值等 比其他地方公务机关可能会高一点 可是因为这边这个工作环境 是一个以军人为主体的工作环境 我们知道军人是24小时 对 那24小时要打仗的 对不对 随时要警戒的 当然国防部也是上下班的 可是这个上下班的时间就很弹性 早上很早 这个下班下得很早 那你要来这边当公务员 你说我八点来 我五点下班再见 当然你可以这样 没人会讲 可是你久久之 你会被感染嘛 或者说你看到你的军人的同事 他们还在 这个捎脑袋的时候 你好意思不帮你忙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间上跟压力上 比别地方公务机关的 这个情况要严重很多 也就是说你投入更多了 虽然你的有公务员是为了升等 因为国防部有职缺 他就到国防部来 可是过了一两年 他我还是出去了 因为他目的已经达成了 他已经升等了 所以他达成 所以愿意留在国防部的文官 其实就是有一个部分 对 其实因为为什么刚刚 我这边稍微讲一下 马上也要进广告 因为其实就是说 你看到文官 他其实还是有阶级的 像比如说我们看到军人 他有中将少将少将尚未忠孝等等 这些其实文官也有 他有分检任跟建任 然后几直等几直等 你可以做什么样的官 所以其实国防部 他有很多这个缺 相对来他直等是比较高的 那有些公务员为了要能够 占到这个直等 所以他就愿意到国防部来 好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这个时间呢 到那个广告时间也到了 也还是请各位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呢 去这个休息一下 上个厕所 然后我们广告之后继续聊 坐在我旁边的是我的老朋友 国防以前的资深军事记者 也在国防部赚优了这个 这有十多年 这个十五六年 十五年 十五年 这个资深军事记者 现在又重新回到这个民间 可以开始帮我们多写写有趣的故事 其实我们刚刚聊了那么久的军文关系 其实我真的有一个蛮深的感慨 我记得1999年 我第一次登上美国海军 在海上的军舰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一口气碰到两个将官 一个将官呢 是后来做到这个太平洋司令 但他在太平洋司令之前 他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位置 他是居然是 那个就是北美法空司令部的司令 是一个海军的私心上将 他那时候在这个小英号的作战室 我见面的时候 我那时候看到他1999年3月 他办公的时候 桌前两个荧幕 一个荧幕看 那个机密的internet 就是机密的email 一个呢是看公开的email 然后后来隔天呢 一架直升机把我们从小英号 载到蓝领号上 遇到当时的第七舰队司令官 叫Walter Dorian 中将 他后来最后的位置是 太平洋舰队司令 是一个上将 这个Dorian上将很有意思 他其实是一般的这个大学的学生 然后他在毕业的时候 就是你知道 大家都知道 其实当兵嘛 就是我签了好 那我至于那 等于说志愿转服 后来居然也当到了这个太平洋舰队的司令 那在国军 其实有一些很有趣的情况 就你可以听到很多ROTC 后来发现办一办就有点后继无力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人到了国军去几年 通常待的时间并没有太久 而且我们推ROTC也这么多年了 然后也发现这些人才不见得都能够留在军中 那甚至于其实我刚刚还跟广告间跟德宇兄聊到一个小故事 我说以前有人形容某个四星上将 他为什么能够升到四星上将 就他在当参谋的时候 他有个特异功能 什么特异功能呢 然后他的长官 如果说今天中午想吃碗牛肉面 话还没出口 然后回到办公桌 坐下 我桌上就放着一碗热腾腾牛肉面 这是他很厉害的地方 那像比如说我们德宇兄 前一阵子也在他的脸书上讲到这个事情 好那其实我们就会发现 哎军人跟名人啊真的好 就是说或说好 你看你这个军军官的来源来讲 ROTC跟这些军校的这个来源的这个军人啊 他其实之间是有很大差异的 您在军那个国军这么多年15年的这个经验里面 你有没有觉得说他这之间为什么军文之间始终好 或说你这种文背景的学生到国防部里面 好像始终有点适应不良的文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啊 对 就是说我们我们军队陆海空军啊 国军啊 这个军官的来源啊 比较集中在军官学校 对啊军官学校 那很多军官就这个军官学校就是凤山陆军官校嘛 出来的 钢山的空军官校啊 还有左营的海军官校啊 那你会注意这个官这个官校在我们民间相当于大学嘛 对 那这边的学生呢 更厉害的是他们之前可能在读高中的时候 中正御校 就是中正御校 也就是说他从高中就进入了这个军队的这个环境 嗯 还有更厉害的他国中就进去因为中正御校还有国中部 还有国中部啊 很早民国八几年的时候就开办了 中间停了一段时间 可是现在是不是还有 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就恢复了哈 那我不可讳言啊 我们这个国军的这个整个组织架构里面啊 领导人才里面仍然是以这个三个军种的这个官校的毕业生为主 嗯 为主 你要从 比如说我认识一些人他 呃 他是 他没有念过中正御校的 嗯 他是从文学校进到官校 文学校考进官校的 这在 他们里面是有一点差别的 对 哦 是有点差别 因为比如说你从中正御校开始念了三年 然后再进官校念了四年 这个七年 哎 大家同期的同学 他基本上感情会不一样 嗯 或者或者说人家会认为你 这个比较 他会用个词外面来 他会认为你比较比较 纯种一点 纯种一点 那如果你是 呃 高中在外面念啊 再进官校的 这个就有一点不一样啊 这个会不一样 他会分彼此的啊 这样 那你也注意到 要晋升 将官好 或者说校官基本上还OK啦 你要晋升 将官 因为将官当然就是 等于是凤毛麟角嘛 比较不同意 啊 基本上 金字塔要紧到很上面了 对对对 基本上 还是以官校的正旗的学生 为主 绝大多数 如果你不是的话 那基本上你要有比较早的认知啊 就是说机会会比较少 比较少啊 这样 那 这是好还是不好的 我也不知道 留给大家评论了 对对对啊 那我从国防部出来 我要必须讲一个 讲一个这个前提 就是说 这个不论每一个 每一个人在 每个地方工作的一些内 所谓的内幕什么 是不可以拿出来讲的 对对啊 这个是一个 这个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伦理 超手 对对对 那比如说像 刚刚我们不知道 特意要讲这个 但是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 国军这么多年 甚至于就是说 他们会非常积极的希望 能够尽量的 能够吸纳别人的 或说 扩大这样一个军官来源 因为其实军官在军队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导职 不管你是小的 到参谋 或者到后面主官 或甚至升到将官 我记得那次 多人将军的话 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出发 我就说 我说多人将军 我看您的那个 看您的姿势 居然是 对不对 进到海军 然后海军就让他这样一路 那时候是三星中将 然后最后做到太平洋 因为他们这种 多人将军进来的 相对来说年纪大一点 他只有可能 升到时候 剩下能够在 这个四星上将时间 相对来讲 这个职务做完了 那就对不起 比较难再进到下一个 但是他就讲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概念 他说 他说海军官校这些 美国海军官校 他说安安普雷斯 这些海军官校 他说在整个海军军官里面 大概占到7% 他说雷亚的Core 他们是核心 但是美国在这么多年 这个历程中 他们就学到一件事情 要攻破你这些海军官校 这些人的脑袋很简单 找一个海军官校 安安普雷斯退伍的人 就可以把你们思维摸得 一心二楚 这你会不会觉得 就是我们今天国军 面临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是 你这个大家都是 同一个系统出来的 这好处就是做事很方便 大家思考一致 可是重点就 就好像尽心繁殖一样 对不对 你大家思考 都逐渐的载化 对 逐渐载化 然后也不习惯去挑战 这个上级或学长 对 比如说他不合理 或者说有职的商榷的地方 我们不挑战 那如果说你能找出其他的 比如说像ROTC 我们也有 或者说其他的 迁进来的职制金官 或是从民间找出来的 什么国防 国防什么合作 合作的这种 我们学识 学识这个 这个 更多元的话 我们的思考的领域 方向 会更多 当然这个对于 既有的这个领导体制 是一个挑战 对 所以他会发现 我讲了 你就应该想到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就不这么做 对对对 这个就有麻烦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并不是这样 我们是 仍然是以官校的 这个毕业生 为主体 对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你会发现 国防部如果要犯错 或是不管任何系统 甚至于 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军发室 你会发现 他老是会引起 这个争议的地方 永远就是 为什么这种军文关系 没有办法搞好 像比如说 这个军发室 这些这个 面对到这个记者们 像我们的卢兄 之前一直 也在帮军发室 跟这个记者之间 做这样一个润滑进 我相信 卢兄可能真的 大概就最能够体会 为什么这些 军发室 这些官想的这些事情呢 会跟好 民间记者想的这些 对对对 南南远北侧 因为 因为他们很早就在军队里 就是念军校嘛 就是在军队里打鬼 我发觉 我们的职业军人 跟老百姓的想法 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我们讲同样语言 有同样的这个文化 但是对不起 我们其实完全不同的大脑 对对对 这个频率 很难接得上 那我的工作 大部分也在这个地方 对 就是要帮这个 大家做这个磨合了 好 那今天 真的非常高兴 能够找到我的好朋友 卢德宇 卢兄 来跟大家讲讲 这个 这个从 编转到视察 资深军事到 记者到 国防部的这个文官生涯 来讲讲 来看看 他所体会到的 军文关系的不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谢谢